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皆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好 诸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早安 我们这次 昨天有稍微跟法师们谈过 大圣菩萨的一个解脱道 其实应该这个题目先 不过我想我们反复讯息 我常讲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时候在类似 有些课 也听了很多 但以前我在上课 我就跟学生讲 要不断从旧的东西上找出新智慧 那个新智慧是在于 我们对这个法的受用 我们不是在寻求一种新鲜 以前我们在看经典 有一种 就是过去在读会比较有一种 好像很好奇的想知道在讲什么 现在过一阵子以后 那种心情就 尤其是自己修行几年 也不得力 那不得力以后就开始有一种 比较现实的感觉 就是我希望所有修行跟实际配合 那这个实际配合 我们大概也知道就是解形病重 那这个我们也从开始学佛 就知道解形病重 这种话我们大概也讲了三十来年 那解形病重 解形病重 可是现在那感觉又比较不一样 正如我昨天也跟大家讲 我们修行很难免一路进入佛门 有时候久了以后 反而会有一种麻痹的感觉 那这个感觉从那里检查出来 就是要从很多现象 我们去检查我们的心真不真实 就像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谈到 我对世间的厌礼 有没有我像讨厌牛粪那样自然 讲话有点粗俗 不过我就是用一个现实 这就是现实 我不喜欢牛粪呢 我根本不用考虑 我不要讲牛粪好不好 我要不要吃 我要不要用它 想了很多 好 我不要 会吗 不会 不要就是不要 怎么用我都不要 但我所谓厌礼世间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好像没那种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心不大现实 对不对 我们懂了很多道理 所以我之前上课也在讲说 我们了解很多空的道理 但你空不了你现在的执着 对不对 甚至不要讲说空多大 就空你眼前这五块钱十块钱 你就空不了了 那这个空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能听闻般若听了好久好久 没想到连五块都空不了 可能连我们平常周边的这些烦恼 我们都空不了 那我们要问佛法 难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所以我们也看到自己修行上的不得力 我们也开始讲说因为时间有限 我觉得整个修行一定要回到最现实的那一面 我们修到最后有时候难免会有点 越来越更抽离现实 真的是抽离现实 所谓抽离现实是生活在现实 但佛法的认知是跟现实抽离的 这是很危险的 这会延误就医 就是你不断在吃安眠药 吃镇定剂 吃摇托丸 我常讲说我们学伙完了以后 就开始有一群吃摇托丸的人 每天就是到寺庙手牵手 哈利路亚 然后就接着说好感动 因为你也吃摇托丸 大家好快乐 然后做完事情完了 好累啊 回去啊 那回到家里 又觉得异太难散 为什么因为刚刚吸完毒 就觉得赶快回到试院去吧 经常要参加佛教活动 然后一参加 那就又好新闻 因为刚刚吃摇托丸 哈利路亚就来了 我这样讲有点扩张 但其实上如果效果没有 那跟这个也差不多 你有没有感动 有 但旁边人看没用 为什么 他们发狂了 一点用都没有 我看的就是这样 许我当然不至于如此 但我想的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用这种方式 让大家重新减症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你修行到底有几种功德 你晓不晓得 我讲的那个功德 就是你能用得上来的 经过不断地学习佛法以后 你有一种那种放得下的感觉 你越来越有一种 所谓离遇清安喜乐 那种心情出来 那这个是一种感觉 这个感觉是很笃定 不像说我们偶尔 刚入佛门一种感动 感动完了以后 这种感动是随着情境阴森 泛拜 这也都是感动 这也都很好 问题这种感动 如果太过靠感官的话 很快就不见了 我们真正的感动是在智慧 那种对世间的一种 越来越透析 从自己内心真实的了解以后 放下来的那一份 不再被束缚 我们讲说 一个是热闹 一个是干露清凉 那不是吃冰的清凉 那是热闹心的 止息的清凉 所以我后来发觉 就是说 当我重新用很现实的角度 来看修行的时候 我好像找到路了 所以我曾经自己有写 我出家早一点 可是后来我写说 这一天才是我真正出家日 对 用一个很现实的角度 看到人生 包括这个 所以我刚才讲过 有时候我们学学到这个 我们会开始轻慢老病史 这是我一直在讲的 你没有好好设想你的老病史 所以 所以我好几次在讲说 法师你讲得太严肃了 念我怎么样 我说我没有讲严肃 我只讲事实 我说我们学活要全部放下 要这样才能一心不乱 他说你这样讲谁做得到 我说你都做得到 你临终的时候一定都全部放 我讲这个都没有跟你争减 事实就是这样 我只是如实反应而已 所以从来 既然你临终面对的是所有放下 那你的心当然 现在做的准备就是这个 他从来不会让你稍微客气一点 他就如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用这种实在的态度 在看经典的时候 我发觉有些很简单的经典 我记得要讲 原来很简单的词句 开始会感动你 你在乎的是他如何实践 你的心怎么放下去 不在他的文字的花桥 不是要寻求理论上的新鲜 不是 要的是那个 他感觉好像在告诉你 我的心应该如何安住 是那个感觉 所以后来你在看文字的时候 它好像产生一种很奇怪的 一种互动的感觉 所以我在谈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其实我早期在普贤行验评讲过 我今天在讲这个 我沿路车上 就是那个普贤行验评的词 就咚咚咚一直跑出来 你会感觉 一一离这个陈述火这种感觉 就是 你会觉得那种喜悦会跑出来 那个喜悦会跑出来 就是一种很 一种菩萨的广 一菩萨的那一份心 那一份欢喜 所以那个 我们平常那个八十八火里面的那个道理 我发觉重新在看 昨天我稍微在看那个普贤行验评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每个词句就是那样的真实 所以大家如果用一种 越来越踏实的心来看 看到人世事件如何 就像我们待会也会还会提到 昨天有提 今天也还会提 因为那是一个很核心的地方 我们觉得今生有机会 听闻佛法能有所觉悟 这是我无上的宝 因为你唯有了解 人生的现实以后 你知道其实没有什么路好处 因为源头在哪里 而今天我走在这里 我从这个看到人生的现象以后 看到学活的价值 我看到学活价值以后 我看到菩萨道的价值 看到就是我常讲的就是说 有一种当你开始 你虽然还没到地 你也只是稍微了解佛法 但你现在有一种很笃定的心 你有一种情形 就是说 世间其实没有其他路 可以修行 不能解脱 这些苦都不能彻底的 并不是宗教的执着 而是道理上的确认 就是唯一这条路而已 我虽然还没到彼岸 但我很庆幸我拥有这条路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种皈依不是靠别人鼓励的 是因为你对法人体会 很强烈的这种稳定感 你会发觉这种情形 就会产生出来 就像你虽然在这个世间 飘啊飘啊 执着也执着 但你内心就会有一种 很奇怪的声音 好像告诉你 回家吧 那个不究竟 但这就好像 一个老母亲在呼唤你回家 那我不是幻听 因为我老母亲还在 她不会这样叫我的 但她就是那种感觉 即便你游戏在这个世间 你执着在这个世间 你在佛法的之间 在这个道理确认的时候 她就有一种那种心情 她会告诉你 其实这都不究竟 你终究还是要回到 佛法这条路 那这种东西 不是由谁跟你鼓励的 要好好提醒 而是你慢慢认识 清楚人生的现实 这个轮回的现实的时候 你也比较知道说 其实你的路在哪里 所以那时候就会产生 一种修行的意乐心 虽然我们这些摊着 还晃晃晃到处这样 但就有一种开始 一种对法的 耗耀心跟欢喜心 希望自己有机会 确确实实的依法事件 我常讲的就是 蓄事待发 耗耀取得这个佛法功德 那这个都是一种很 跟我们过去在学的 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你发觉那是属于你的的 所以你的那种 自己对法的一个体会 又产生出来了 那包括由这里产生出来 这个悲悯心也是如此 这个悲悯心再也不是说 我们敢 当然我不是讲我怎么样 我是说我的心如历程 要避免讲的自己怎么样 不过我就是这种心情是如此 你会知道这一条路 所以你一直希望所有众生 只有走这条路 那种不是宗教的一种执着 而是事实上真的也有这种条路 不是人家跟我讲这条路 所以我因为是佛教徒 我就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学佛 都属于我们同一家的 那种眷属关系 抓紧人的关系 不是 是因为真的只有这条路 让你离苦得了 所以你会有一种心情 就是说不要再走其他的 那个无知无尽的轮回 那因此就会有一种心情 想要大家一起来吧 一起来 所以我就讲说 这种情形 它不是我们过去的一种名号 一种名词 我们也许有 但你会发觉 透过一个实际了解以后 比较真实的了解 透过一个更务实的 看待人生的现实的时候 那种对佛法的体会的心情 也开始 形成一个很自然的心会出来 后来我看到经典讲的那种感应 我发觉的确也一分一分如此 所以我就常举例 因为这个有的法师也听过 但我在这里 把那种心情表达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希望我们今天讲这个 不是一个理论完了以后 我知道菩提心如何增上 那跟我的菩提心没关黑 那我干嘛讲这一条 大家回去好好睡觉就好了 难得礼拜天不好好睡觉跑来这里 那那总是要有意义 我希望我们经过听完课以后 我们的心是热的 而是我知道归我知道 没关系 所以我们也真实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因为很现实的去观察以后 我们就有一分那种很自然的想什么 成就活到的心情 因为这个成就活到 是来自于究竟圆满的那种认知 也唯有这样才能度一切众生 所以你唯有这样的心情 就像我昨天讲的 我求生净土 并不是只是希望我得安乐 就像《往生论》里面所谈的 我其实为众生而求净土 我为了成就我的净土而求净土 我为愿满圆满活道才求净土 我不是光只是世间苦求净土 这种发心是不一样 因为那个发心是菩提心 这个发心更容易让你往生的因缘去主 对不对 因为菩提心广大的福德 才能相应净土的广大福德 但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要用 你看 所以有的人 我就讲说 我经常讲 你能不能往生 没信心 但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 你会有信心 为什么 比如说你现在 如果拿个十块一百块 跟人家买一棟大楼 人家讲说 那一栋大楼十块钱就买得到 你就姑且听之 你根本不会去买 哪有可能 对不对 你念有没有念 你心都不决定 你会不会往生 听说阿弥陀佛会接引 但我没把握 为什么 你信不过你自己 简单来讲 你不但信不了活 你连自己都信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内心还在漂浮 所以你自己觉得说 我也没努力 我现在还在留恋世间 我怎么敢说 我能往生进度 但我就讲说 有些福德俱足的人 他就这么确定 就像有一个老居士 他说我往生的时候 你们不用帮我读念 那讲说你狂妄 不会狂妄 我不认为他狂妄 我认为他才是实在 就像你们上完课要回家 都不需要读念 时间到了自己就找门 你就说临终的时候 不要拉扯 我拉扯你还是回去 为什么 你的信心决定了 他说你不用跟我读念 为什么 我信你定 那个自己信念 有的人是狂妄 以为他定 但我相信 真正确定下来的人 他也不需要 因为他知道 世间是没能动摇我的选择 我已经看清楚了 他这种很实在的心 所以我们有这个心理 里面讲说 我看到往生净土的核心大价值 那个价值是不能取代的 所以我们在谈48愿的时候 我们在讲哪有那么殊胜 最近我在谈 最近会把它谈完 因为谈了一天没谈完 一下子会把它谈完 因为我们48愿 我们发觉48愿理解不难 很难信而已 48愿不再讲内容 48愿是要让你信而已 因为他已经成事实 但我们信不来 我有信才会有预留心 有预留心你才能精进 有精进你才会一心不断 但你信不来 所以你不会生起一种 你看我有人有一次有跟我讲说 他说我念佛我就念不来 念不专心 我说你的工作的时候 我说快去 你数钱的时候 那倒蛮专心的 我说尤其是死记的薪水 那更是一心不乱 我说你要数钱三昧很快 念佛三昧就很难 理由在哪里 念佛有没有价值 不晓得钱倒是有价值 因为你的一乐情没错 你还信不过 讲白的就是这句话 信得过不用开口 自己就走 是不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要往生的时候 条件是很多的 你说多也不多 其实真正用心去组织去建立 也不是你想得那么难 但我们经常 懒于去真正改变自己的疑惑 建立那一份纯净的信心 然后把自己的心量看到 就是说我看到菩提的价值 这个价值 我们说如何增上菩提心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认知菩提的价值 谈了认知以后 心生起意热 我们再来谈如何增上 其实增上的第一步 就是认知菩提心的价值 那这个不是你想发菩提心 就发得来 是不是 当我们 比如说世间人 母亲看到孩子的那种痛苦 因为她是你孩子 你看到她苦 你自然就发起心 不惜辛劳 这一辈子守护你的孩子 即便到她老 你比她老 你还是守着她 为什么 天性 她看到那个守 她不管她是不是执着 她就看 她自认为守着孩子 就是她的价值 对 她肯定这个是我的孩子 我要她一生幸福 即便她阿公我阿祖的时候 我照样守着她 对 她当主妇 我当真主妇 我照样守着我的那个 我有一个笑话有一次 那不开玩笑 不过这跟这有点那个 有一个阿公打了那个孙子 那个他儿子就打自己 说你怎么打自己 你打我儿子 我打你儿子 他不好回答 我回抗他说 你打我儿子 因为他爷爷打孙子 而这儿子看不过去 就打自己 他说你打我儿子 我打你儿子 就是那种自然就守护自己了 连自己老爹都不管了 开玩笑 不过这就是这样 你看他 他用种种方式就是要 就是那种爱就是守在这里 他就要认定了 其实都是因亲在主 你不晓得 开玩笑的 不过这事实上也是如此 我常最近开玩笑讲说 如果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人 结果 我们现在试验有一个 因为自己脚受伤 跑来的小黑 哪天我跟他 下辈子不晓得跟他 突然有声东 你是我小黑 天天跟我睡在一块 有头恐怖 可是你就喜欢 你那时候看不是小黑 现在看是小黑 可是到时候就不是小黑了 他说你怎么是小黑 你说你小猪 你小黑 你也曾经是小猪 可是人在那儿的恩赖当中 不知道 事实上他就是这样的论回想 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自然会有一种 你不知道的时候 我的意思其实要讲说 你认定的时候 心就放进去 那整个修行也是如此 那所以说当我们 越来越看清楚 我们这种认知越清楚 菩提心越强的时候 那种心会产生一种决定 然后还有 透过智慧就放下了 那种觉悟心 也让你好不留恋地 会求生进度 那这两个心一旦居住 因为两个心其实就一心 这时候叫做决定不动摇 叫一心不乱 所以我现在讲说这种现实 就是唯有你用一种很现实 而不是在寻求一个 文字上的一种虚假 就是一种表象的 也不是叫虚假 而是我希望 我用一种很现实的角度里面 去体会佛法的时候 很多道理开始发觉 这个文字已经开始跟你沟通了 所以你有所谓 有些文字你过去看的时候 觉得好像淡淡的 结果现在发觉 其实这种旧东西里面 竟然纷纷藏出新知味来 有时候在这个经典里面 根本不用送很多 送几句一面 已经就是身心欢喜了 最主要是 你看到那个心 你愿意心跟一样这样 进你相应的时候 就算我没到 但我发觉 我很庆幸 我走在这条路上 所以把所有我们的 不管是悲心的养成 各方面的养成 融在一块的时候 你念起佛来 就是充满很扎实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 我自己用这种的心情的时候 我们经常做很多观想 我觉得就是 这种观想也可以观想 也可以是透过我比较实际的理解以后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实际的心 比如说我在讲 我常举这个例子 当我在念佛的时候 其实我在念佛的时候 不是从一直往外求佛 其实我感受到 我这个生命的虚假 带来无止境的苦恼 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这个古着的身躯 也让我苦恼无量解 所以今生有幸 能知道路该何走 所以也看到众生 跟我都一样 就在这样的一个轮回当中 不知醒觉 一直一直往前 在自以为是的 在这种世界里面 一直攀缘 那我现在知道了 真正苦啊 就像我们待会谈的那个 昨天也谈的那个阿汉经里面 原来这样才是我的轮回根源 这个生命不是我可爱做的 其实这个生命是无名而来的 这种重一大苦聚集的东西 所以我知道了 所以我看到众生 跟我都一样 走这条路 所以我深深念佛 是深深觉 我们念佛不是一种 在寻求谁来那个 不是 是一种看到虚假之后 对真实的皈依啊 他是这种心情的哦 他不是说 什么都不管 阿弥陀佛阿弥陀 死在着 你阿弥陀佛根本没有问题 是你那种鱼翅绑着的 你这种用这种类似 我们当然不能讲禅曲 但就是说 你总不能真正面对你的执着 而一味的寻求 用你的这种表象的感性 要牵着阿弥陀佛来介意你 阿弥陀佛说 不是用这种心情 是用你的觉悟性 是用你的觉悟性 因为你觉悟的世间的虚假 生命的虚假 你才能真正想要耗耀 所谓的净土的真正大义 你才能生起 所以那心情是一种非常笃定 世间无其他路 唯有走向觉悟这条路 能得见如来 行菩萨道 成就活到 就是我唯一条路 所以因为这样 我看到的虚假 没有其他路 这条路就是我觉悟之路 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我念起活来 同时能观察自己的虚假 也有一种悲悟心 我们彼此大众放下执着 同声念活 那这个不是光一直念一念 它是有一种觉悟的在里头 所以念起活来是一种很真实的 不用那种一定很高尚 很激情 不是 它是一种实在 我经过这样的认知之后的一种安定心 然后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是念念向着火 念念向着内心所设定出来的觉悟条路 然后在这种觉悟的时候 同时也看到这个世间的那一份虚假颠倒 是一种冷静 但是一种放下的心 然后呢 然后就是 因为我们了解世间的虚假 以至于有世间种种的区隔 有你我 你有我像人像众生像的种种区隔 因为区隔一切因言种种阻碍 这些的阻碍来自你内心对我法的爱着 其实一切法本如同虚空 所以你有这种观念的时候 你发觉我现在的念我阴生 也能遍入一切法界 让一切法界众生 虽然我现在是反忽 我的声音也只有就在这个空间 但我只要不执着 只要我已放下我的对世生的那种肯定爱着 我打开了那个自己内心所设定的那隔阂 我的声音等同法界 一切众生将能听闻我念我阴生 所以我的声音里面 我愿意将我声音遍入法界 反一切有言众生听闻我念我之阴生 同生净土 有苦恼者 有贪者只贪 有撑者只撑 有吃者只吃 一切众生 所有动争都斗争 暂时止息 但愿聆听这一份念我声 反有应愿的人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果 那一口气就在里头 钱布 钱包 就是这样的心 你不觉得这样念我实在多 具体多 把什么心都放进去 这个是综合维他命 要不是空胶囊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实际的心 所以我们念起佛来 走在这个世间里面 就算没有佛号 也是念念相的觉 为什么 即便我走在这个世间里面 诞成度化的幻化道长 实际究竟皆归物长 这一份觉悟心 走在这个世间 随眼应对 从不留恋 是不是要用这种心 这才是佛法的感应心不是什么 这才真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佛法里面 找到那一份真实心 那这个世间再怎么变化 我但依我这条路走 所以你在走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有那种恳切的心 就是说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生 同生极度 这就不是光回向 你这个时候的回向心是实际的 因为你真的肯定它 而不是就照着念 不是的 所以这个每一个回向 就跟普贤行愿品的 那个普贤回向就相应了 每一个回向 都让你累积广大菩提质量 荣述菩萨说的 一切法 即便为小善 回向菩提 回向众生 回向佛法 菩萨 这些道 依依法都具有无量功德 以此方式 累积菩提质量才能成本 或者说 以你世间那种种种所所碎碎 你再怎么弄 你看我们不是举例一个 我们里面也有谈 金刚经里面 你一念寝当中 你就具足那种 什么功德都无法批育的 用算术批育 所有用词都无法描述的 这个功德之分之一 为什么 菩提相应 那种无量无边的 广大觉悟的决心 那才是宝 那这个东西不是 轻易能发的 我说实在 绝对不是 没福德的人能发 哪有 我们今天就来了 不是 你现在是以前滚钱 以你的福报 增长福报 一定过去有这样的因缘 或者不会有这样的心 或者我们那样 菩提心发起来是 有样如泡沫 一架就没了 因为你不能真实肯定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要讲 谈到这个东西 这个本是 你莫大的一个根源处 待会我们要谈 我这里要谈 就是 就会引那个 集天菩萨的 那个路菩萨行论 我就取一部分而已 那为什么取他这一部分 因为 因为他这个说法 等于是集很多的 经论的看法 所以就以他代表 或者类似这样的看法 到处都是 那为什么这样 所以我讲说 我们现在谈很多东西 为什么先要谈这些东西 因为 唯有看到佛法的增加值 这种觉悟心才出来 是不是 那觉悟心不就是菩提心的一个特征 那这里面 第一个 我们如何增上菩提心 我们先了解什么叫菩提心 大致论里面谈说 菩萨出发心 缘无上道 我当作佛 是名菩提心 你看像现在很多人在遮人家 火 你看 不要坐火 这那都完 这个其实 我对生文法 我本身 我自己在 从阿安基里面得利益很多 这个没有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扭曲佛法而已 甚至不要让火肿断 你要知道 成火的心 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有时候很多道理都 搅在一块不是很清楚 我们有时候会讲说 成火很遥远 对不对 很遥远 为什么 当我们很贫穷的时候 我们要盖一栋楼房 很遥远 可是当你慢慢有本钱的时候 你发觉 还好吧 为什么 你有本钱 那因为我们讲说 成火难不难 其实我们讲讲 成火要三大而生七节 对不对 那其实三大而生 不用三大 一大就无量节了 再三个无量还是无量 那无量节是怎么来的 那等于是无至无尽 我们要讲说 希望极乐净土多远 十万亿 以亿佛土 那个亿不是一国 是十万亿佛土 佛土够大了 那个就等于 你就算了 你就认了 坐高铁也坐不完 你要带多少便当 坐高铁 倒到极乐净土 闷死了 但没想到 十万亿佛土 竟然就在屈身比擒 那先比丘经里面谈的也是 从此土 从此地到天上 也不过就屈身比擒 换句话就是 只一念到下一念而已 十万亿佛土 就在屈身比擒 所以十万亿佛土 也可以让你永远到不了 也可以就在一念间转就倒 关键在哪里 三大阿僧奇节 可以长长久久 让你到不了火地 也可以在快速时间 当然快速也不是我们讲的快速 当你懂得依着菩萨道 在走的时候 你也不要千万不要怯懦到说 我不敢作火 我不可能 不是 他深信复法 所以当我要 说我要作火的时候 他绝对不是狂妄 而是深信火道 对不对 我们本来没钱 照着以前的那种 每天卖个 糖果 卖个东西 那种小杂货店的 你要盖个101 哪有可能 是不是 但如果你懂得金银 快速得到财富 101 那不是人家盖起来的吗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当你能知道 修行佛法的核心要理 快速成长菩提质量的 其实是你素质的因言 感应的现在能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我们又用一个简单的道理 你看 你在做一个很特殊的 我们还没证过 而且我们在三界灵魂 我们苦恼还很多 偏偏你有一样很特别的地方 竟然能接触佛法 发菩提心 当然我们在做不一定 每个人是求生净土 那我顾解几这个 如果你求生净土 成就的话 就在这几十年内 你可以一步精进火头 现在没火 我们藏水火学 不见心 十大院里面 我藏水火学 所以我的念火法很简单 我觉得哪里有佛 哪里去 我的想法很简单 哪里有佛 我哪里去 藏水火学 我到了那个地方里面 因我这样能有诸多善事事 即便我的烦恼很大 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如果不在这里 在家里的话 我们会起很多烦恼 来到这里 你的烦恼 有 但生不来 没机会 这就是感应功德不是吗 我并不是说 你来到这里没起烦恼 是因为你烦恼断掉 是你来到这里 烦恼起不来 没那个因缘 到极乐世界 像这样的环境 就让你不起烦恼的极乐世界 那更难 更殊胜 我也是因缘 虽未了断生死 但我的生死因 也难再张扬出来 那这都是现实 从此之后 我能同时 圆十方佛图 无量的佛陀 我能听闻 无量的佛说法 你说 这不是一下子 能受用很多诸佛的射受加持 是不是这样 我最近有一次 到国外上课 我在机场 我看到大家都上道场书 极乐世界不是有道场书吗 几百 高 然后每个人就从道场书 可以看到无量火果 对不对 我们现在也有道场书 就是Internet 我看到那个机场 每个人就拿个 都看他的道场书 他看到美国的 他看哪里的 他看哪里 每个人都在看道场书 以前都不会想到 竟然每个人 就在这一间里面 各看各的世间 现在能理解了吧 世间的这种电脑都可以的 那何况佛的功德 那我们当然现在看的是染污 可是如果你同时看到 无量火果的亲近说法 你说你的道品增上多少 等于是你只开那一通 解开的那一道门而已 就是等于是等着你上网 道理一样 就等你上网 你在家里 怎么弄都弄不到那种东西 结果现在只要一上网 现在真正的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那我们现在修道是 道人不出门 人染三千世 在家里就可以 染来染去染到之后 所以自从有Internet 道心越来越稳定 不是稳定 开始有个出路的 烦恼有个出路的 所以有的人说 没网络 那整天要干什么 我想这下完了 现在有归世保的 火 法 生 Internet 这下我看重度太深了 就没办法了 像类似这样的形象 你看从这里一打开 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当你达到这个时候 你得佛法真实功德的时候 你会讲说 这时候发说 我当作佛 有没有问题 可以 我刚才发觉 我们族产土地一卖好几十亿 我发觉这里一直滚滚的 说这时候101 应该也我也盖得来 那之前我在卖杂货店的 每个月每个店面 大概几百块还可以 现在突然发觉 花大了 这时候信量也大了 为什么 有本钱 本来发觉 修行步步为难 后来发觉 当我入一个关键处的时候 一切功德从此开发 我后来发觉 我成活 有可能 心就出来 所以为什么 这个东西 会是一个很关键 我们如何让它圆满 所以说 这个 我们成活 那种 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讲菩提心 我尽量不要 让它变成 只是我们过去 习惯的一个用词 我们试着用一个最自然的感觉 去了解 什么叫 无上正等正觉 其实 整个菩提心 为什么价值 它一路上 菩提心 菩提嘛 觉嘛 而且是无上正等觉 换句话 就是说 我所谓修行菩提 就是圆满一切觉悟 自觉 觉他 觉醒 圆满 所以那种信量是 以究竟觉为目标 所以他不会中途停 那他也不是一种感性 所以 菩提心 必有波的智慧来自运 所以我们讲 一旦发菩提心 真发菩提心 就开始掌养智慧 那因为智慧 无敏是一切烦恼过之所依 智慧一生 一切烦恼慢慢撤退 所以为什么发菩提心 不是那个感性的心 注意 这是那个觉悟心 而且是 广大无边 以无上正等觉 为目标的广大 为觉悟的那种 觉悟的意乐心 这个心 让你时时 从此建立 跟一切觉悟的善法 都相应 从此跟一切 背离觉悟的恶法 背离 这个觉悟就这样 假如你发的心是真的 所以它不是一种感性 我们过去发菩提心 比较表达一种意愿而已 不是 它是融合的 悲 大悲 无所得 跟这个 以成果为目标的 重广大功德 集在这一份心里面 所以它不是这样 发完了 不是 当你真发菩提心的时候 它作为这样的基础 开始隐身诸多功德 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 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那个 后面这里有讲 那个真实意 不是一种吹嘘 而是觉悟本身 跟无名是对立 而无名是一切 无止境轮回的根源 所以发菩提心的 当下就跟 善恶道断结关系 等着人家死了 帮你超度 现在就超度 现在就立牌位 我现在就发菩提心 对不对 自己超度省钱 好 我们来看 这陆菩萨行论怎么说 这里面其实它的用词 这个并不那么难 但我 我觉得 虽然多了一点 但我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说法 有一定的目标 我就是说 不管你们听到最后记得 就是细节有没有听懂 我其实没关系 就是说 我欢喜菩提的 我以我的意乐心 掌养菩提 这个目的没达到 今天就浪费时间 所以任何方法 只要能掌养菩提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所以我要讲说 一切法 它有一个根源处 所有的东西 要背离爱去 这才是佛法 我们今天任何东西 就不要顺向这个道理 所以我希望大家这样讲 就是说 我本身不大会受限 以任何一个讲法 但忠心一直会一直抓着 就是希望大家 在这一点上 能升起 对菩提的意乐心 但也同时知道 应该怎么去掌养它 所以 此长此短 只要能达到目的 会有限 好 那吉天菩萨里面 讲的路菩萨行论 讲说 由如黑云叶 刹那闪电量 佛力加持固 世人明修复 这个刹那的闪电量 让我们知道 应该怎么样 开始觉悟 开始怎么修行 这个刹那 这个就是之前 我在好早好久以前 有 就是 有一个日记 那日记本 我记得 最记得 它好像是一个图案 那我后来看这图案 我自己就写了一个 就是说 对 那个日记本叫火鸟 买了一本 上面写火鸟的 我说 火鸟 好 我就写了一个 就说 我是一只火鸟 燃烧一身羽毛 冲向天际 绽放一刹那光明 迅速最下 但世人已经知道 什么叫光明 意思这样 词不一定是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光明不长 但对于常处黑暗的人 才知道 我是在黑暗 因为常处黑暗的人 他没得对比 他不知道在黑暗 那所以说 你即便燃烧的 一身羽毛 时间很短 但也让世间有个对比 原来我们是错的 唯有佛法 才是觉悟之道 那说 你火光迅速醉下 但世人已经知道 就在这么一刹那的一个火光 他已经知道 原来那个是对的 那你这一生意也值得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看到 善根极微弱 难遇强猛恶 若无菩提心 余善岂能胜呢 你看 马上讲 我们这样微微细细的这种善法 你面对的是你过去无量解的那种纠结 无明一直衍生的这样的苦恼 你靠什么 靠那微细的弱 所以我要讲说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哎呀 这个修行会有魔障 说 你也太看清魔啦 讲一句闽南话 你不是那种叫小 我没那么硬去追你 你不是那种角色啦 你要劳动我去面谈 对不对 魔障 我连障你我都懒 你知道为什么 你一点出离心都没有 脏你干什么 你就在我家厚焉 我大魔你不过是小魔 我没干什么脏 所以我最近经常在跟人家讲说 其实你现在有时候修行 不但没有魔障 还是重魔护直 你大概搞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没有脑筋不清楚 他的魔障就跟他的魔子魔孙讲 好好守护他 那魔子魔孙说 哎呀 我们魔王变性了 他竟然要我守护到人 那个魔王说不是 因为他正在笨 你不要怕成一惊 他就这样亂亂 手都没效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守着他 让他安安稳稳 他就一点动摇都不会动摇 他会以为在修行 所以我命令你的小魔王 守着他 让他安稳修就好了 只要他安稳修 他就乖乖地不想处理 所以不是扰动你 他是守护你 他说到最后他会倒霉 但之前我命令你 绝对不让他发觉 他自己走错路 所以会有重魔护直 让你一路修行 信顺利利 欢欢喜喜 不知道人间无常苦空 所以我们讲说魔 哪有那么多魔 魔 你以为魔 魔你知道我们画出来 魔都很可怕 对不对 错了 魔很可爱 你才会跟着他吗 魔恐怖不怕的话 你找不好了 所以六欲天魔 他说我一路上被人家误会 明明都是你们爱我 哪有我去捣乱你们 我受了无尽的冤屈 我只不过是六欲 你们自己找我了 哪有我去捣乱你们 我真的我自己也很无辜的 所以六欲都可爱 你自己爱了他哪去呢 我就说 修道人自己要执着 硬扯那么多的有的没有的 是不是 所以我讲说 这种修行如果没有深刻觉悟 我就刚才讲了 我们后面讲了 你不知道修行的核心关键 你不知道 你只要背离这个正真之道 无非是三界轮回的法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阿罕阿罕金 昨天有提过 很多地方我都会提到 因为它是很关键的地方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假如不顺向这个觉 这个缘起的觉 菩提心就是这个东西 菩提心不但是顺着这个觉 还是无上正等觉 是一个自觉觉 它的这个觉 就叫做菩提心 唯有 我无止境的烦恼 我怎么遮得住 因为根源不断 我挡也挡不住 那我唯一的根本之道就是 从它哪里来 我从根源抓 你哪里无名 你之末无名 我对付之末无名 没用 我对你根本无名 根本无名是 过去累结出来的 究竟很细腻的那种烦恼 那我用什么 你根本细腻的无名 我就用无上正等觉来对你 那不是刚好 就我有这样 所以当你一发心 就动魔功 为什么 一切魔都由它而来的 这就是菩提心的价值 你如果找到这个东西 你会说 为什么发菩提心 因为它是觉相应的 你找到这个觉相应的 菩提心的内涵 你就知道它功德很大 虽然我们现在未觉 但它就是从这里发动出来 所以这个菩提心一旦确定 待会就谈 很多因言就改变了 即便睡觉都在掌养功德 即便睡觉 是不是 一个王子 生下来呆呆笨笨的 那个宰相将军 比他能力强 也只好尊重道 为什么 我再伟大也不能当王 你再笨 以后将是我的王 那个王子 生下来傻傻的 就光睡觉 就跟他的王位相应 是不是这样 他就是傻傻的 睡睡到当王都可以 你就是没办法 你天天辛辛苦苦 就没有那个当王的种 懂吗 就他这里 道理极的确如此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讲说 一发这个心 就成为佛制 好 我们看 上根即为弱 那你难以强猛恶 因为那是一种 无止境的烦恼 而且这种烦恼 还是什么烦恼 我们有时候把烦恼看错了 以为是外面烦恼 不是 就是你 整个烦恼是由止 就像维师里面讲 你自己陷 自己执 自己陷 自己执 那这重重无尽的颠倒 把你重重的裹护住 所以想在这事件里面 找个端点 就在梦境里面 我最常举例的就是说 我们带着三把剑 借定会三学 那梦中里面 找贪嗔痴砍 然后充满了那种 修道的那种意气风发 革命劣势的那种气概 然后拿着三把剑 在梦中里面砍来砍去 砍到自己也断手断脚 他以为他满足他的修行 结果不是 是他的借定会的愚痴 这种不知道何谓为借定会 寻求一个虚假的贪嗔痴 这种借定会对贪嗔痴 形成一个更大的迷蒙 他不知道 其实真正的借定会 是在看待一切境界虚假 才是借定会 结果他执着有一个 自己认为的借定会 然后自己看不知道 什么叫贪嗔痴 结果在借定会贪嗔痴的对应当中 自己无止境地轮回 嗯 愚痴在做修行梦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